在美国标普500企业已经公布财报的86家当中 其实有74%的财报都是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 而另一方面在公布的科技股财报当中 却发现到包括微软跟Alphabet 其实他们的财报表现的是一好一坏 这是不是凸显在整个目前的AI角力当中 微软现在是略胜一筹的 另外美国在26号会公布第三季的GDP 那目前来看成长率 华尔街的分析师是纷纷是往上调 这也代表目前美国的整个经济现况 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强劲 而另外在10月份的商业活动 同样表现的是非常的好 包括PMI出值 那么是有机会来到6个月的新高的表现 不过现在挥达的新禁令 挥达现在宣布说 美国对中国大陆所寄出的 AI的新的晶片禁令 现在是提前生效了 不过对挥达这股价来说 确实不跌反涨 但是在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发生了 现在公布的美国的财报 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 感觉表现是优于市场预期 我刚刚请教您 当时觉得比较奇怪 为什么微软跟AlphaBank是一好一坏 股价一涨一跌 是不是在这一波的AI竞争当中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微软略胜一筹 对 确实 而且数字表面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实际内容等一下各位听我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中间会有一些猫腻 我想整个美股现在的一个大氛围是这样 第一个前一阵子我们比较担心 尾巴冲突的问题 所以会担心油价 第二个部分因为常债的殖利率一直在窜身 所以掩盖了很多你对股市 其他的一个焦点的关系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10年期的公债 目前就来到了4.8 就是没有再继续超过5 然后油价的部分也停下来 美元的部分也没有再继续狂飙 所以现在大家就从这些比较恐慌的情绪 慢慢的开始转到 比如说企业获利 比如说经济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斐鱼有特别提到 我们常常就是在每一次的财报的初期 我们都会去看一下 就是它现在符合 或者是优于疫情的比重 大概有多少 如果不到70%的话 那就代表这一季 整体来讲表现不好 因为会提早来公告的 基本上都是相对好 如果说是放在比较后面的 那很可能就是比较晚结算 信心比较不够 如果连前面公告出来的 都不如预期的话 那后面你大概也不用看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S&P500强的里面 大概有74%都是优于预期 然后十年期公代的状况也不错 但是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微软 我们来看一下微软上一季的营收 是562亿 这一季是565 是有成长 然后上一季的一个EPS的话 是2.69 这一次是2.99 净利的部分201跟223 那整体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年增差不多27%的一个净利 但是我们来看 Alphabet的缴出来的数字 其实也不差 那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就营收来讲 746 766 1.44 1.55 218跟213 只有这一块 净利的这一块有一点点下滑 但是其实其他EPS这些年增率都很高 没有差很多 年增率有24% 年增率27% 目前看起来差不多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微软的盘后盘是涨3.95% 大概接近快4% 可是为什么Alphabet的这一块 就是Google的会跌6% 我讲一个理由给各位听 第一个就微软的部分来讲 它是除了NVIDIA跟AMD以外 最重要的AI你看到的 终端设备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它除了有订阅户 在订阅它所谓的这些 你看到的企业组的AI 生成式AI以外 它还有伺服器的一个部分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说 第一个 它投资了100亿在OpenAI上 然后今年2月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Beam 这个Beam的一个搜寻引擎 然后再加上一个Edge的一个管理 这个搜寻器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时间来到了这一季 它11月1号 马上就要推出一个Microsoft 365的Copro 这个的话部分就是等于说 我的企业组 我们平常在订阅你的 这个生成式AI的一个服务以外 我们大概一个月我们要付多少钱 大概差不多就是40多块美金 当然它的Range蛮宽的 有从12块半有从57块 平均大概40几块 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去定 那个11月1号开始新出来的这个的话 你要平均多缴30美金 每一个月要多缴30美金 那这件事情的话就会考验到 现在的企业组愿不愿意去升级你自己 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AI的一个状况 但是看起来的订阅的状况 适用的状况都很好 那也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情形 再加上黄人勋在5月份 那个之后讲出来AI有多好 那连续两个季度 围栏缴缴出来的成绩单都符合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那你就是真的看好AI 而且AI这方面你也有成长 可是如果各位去看Alphabet就不一样 Alphabet虽然缴出来的EBS营收都很好 可是如果你就细节的状况来讲 它的云端这一块是掉下来 它的云端的部分掉下来 所以它的云端主要的竞争者就是META 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 META跟这个所谓Alphabet 在Google在竞争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销一涨 那你市场没有变大 那你就顶多就是抢人家的一个大比 那如果是以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是不看好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微软的一个上涨 跟微软的一个好表现 还是代表着AI的状况 相对是不错的 好 再请教友明哥 现在美国的经济成长动能 是不是还是非常的强劲 包括他们的消费的部分 因为像是美国10月的商业活动 现在有改善 那么在第三季的GDP 大家也觉得虽然还没有公布 26号才公布 但是华尔街已经纷纷上调了 对 华尔街这一个举动 我觉得可以值得留意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在这个季度里面 油价是已经开始升了 从80升到90还一度接近快10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 确实会压抑到所谓的消费 那如果说是压抑到消费 还能够预期比较高的话 那就表示第一个 你的企业的获利 确实或者是你的内需 还是有办法把美国的经济 给带动上来 那各位可以看 第三季的GDP的一个出值 高盛大概是调高 从3.7调高到所谓的4 那4的话当然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门槛 你来到4的话 就代表你有一定的实力 每次的整数关卡都是这样的代表 那高频经济顾问公司 他这边提到 第三季的成长估值 从4.4调高到4.6 第四季从1调到1.2 这个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接收到的 包含像美国经济的讯息 都是不好的 包含像殖利率的状况 包含像通膨的情形 包含像油价 包含像外在的冲突 所以以这些情形来讲 不应该要升高 那这件事情 如果说是你可以觉得 高盛可能太乐观了 或者是高频经济顾问可能太乐观 那我们来看一下 10月份公告出来的PMI PMI的初值是50 那各位知道50是龙枯屑 50以上的话就代表繁龙 以下就代表已经萎缩 那预期的是49.5 那之前的是49.8 所以其实是状况 越来越往好的方面走 越来越靠近50 而且是六个月的新高了 那PMI在反映的话 就是生产者 那生产者这一块 一定跟库存有关 所以不管是半导体的库存 还是所谓其他你看到科技产品等等的库存 是有在去化 那再来服务业的状况的话 服务业一直都是美国最重要的根本 然后50.9 市场预估49.8 前值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好 那综合的PMI的状况也是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 在过去的未来的几天里面 我们要看看第一个 它接近50到底有多接近 会不会它有突然超过50 那如果这些都能够超过的话 就预告着明年的状况 其实应该是比大家想象中要来的好 好 不过大家还是最关心 接下来美股的表现 以往年的这个经验来说 如果财报州的这个表现 比预期还要来的好 在财报州公布之后 是不是接下来的这个美股 会有一波上涨的空间 会 好 那我给各位看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就是最近公布财报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外在的纷扰很多 财报的效用可能就是一两天 可是如果等一下 我给各位看 未来这个过去的四年 过去的四年的情况 每一年都有发生事情 但是每一年财报完了之后 只要那个数字不错的话 后面都是涨 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接下来各位可以去看 今天的一个时间的话 是26号礼拜三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27号28号 就礼拜四礼拜五 那现在目前的话 公布的86家的一个公司 你看S&P500里面只公布了86 但是86里面有64家是优于预期 那比重是74.4 那你说这个预期 到底是怎么个预期 那我们就说如果假设 你因为看到前面的状况很差 所以你根据上一个季度里面 你这次的预期就会降低 那降低的情况之下的话 只要它有比降低的好 那那个就叫优于预期 不是说绝对的数字 一定要有多厉害 但是就是跟自己心中的 那个benchmark在比 那如果说是以现在 86 64 74.4%来讲的话 其实高过于70 这个就是缴出 非常不错的成绩单 但常在分配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偏前端值 那接下来礼拜四的时候 Amazon要公布 还有Intel要公布 这个都跟AI有关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 所谓的NVIDIA NVIDIA当然是11月以后 我们可以把今天 比如说看到的微软 然后明天的Amazon 然后再加上Intel 你大概就可以已经 瞎子摸相 摸出来那个AI大概的轮廓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三加指的方向 都是同样的话 就代表说现在台湾 相关的AI股虽然比较弱 但是整体的产业趋势是往上 那接下来的话 礼拜五的时候要 Charter要公布 那Charter是一家什么公司 它是商用住宅网路的资讯服务 也就等于是说 帮商用大楼里面的企业户 比如说我去帮你安装网路 我去帮你安装娱乐系统 我去帮你安装所谓的资讯等等 那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你商用大楼的成长 越来越成长的话 你是不是需求就越高 所以Charter的状况就会变好 所以Charter的一个寄货力 也就代表说 我们前一阵子最担心的 商用房地产会不会崩盘 那如果说这个状况是不好的 那我们就真的要担心 那如果是好的话 那这个数字还可以让我们 安心度过一季 那接下来2019到2022年 10月份的超级财报周 最终的一个数字 每一次都有比70%的预期 要来得高 最终的结果 所以只要能够比70%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的第四季 当时是发生了中美贸易战 然后结果那一年的年底 第四季的状况非常不好 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 回去可以掉指数 然后但是你发现了 其实S&P500 缴出来的成绩单 70优于疫情 然后结果它就上涨了9.8% 那斯达克就涨了13.4 那隔到了2020年 那一年大家就不陌生 那一年就是新冠疫情 全部人都窝在家里 那结果出来的一个数字是11.1 这个S&P表现是涨了11.1 那斯达克是涨了13.7 都在一成以上的涨 对 然后2021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缺晶片 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 什么家电也做不出来 汽车也做不出来 但是这个标普跟那斯达克 都是涨的 然后去年度第四季的时候 那个我们10月25号落底 然后第四季就开始小反弹 可是它是在所谓的 看坏声中反弹 怀疑声中反弹 那一个反弹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暴力升级还没结束 但是S&P是涨 只有那斯达克相对是跌 所以我们如果从整体的状况来讲 只要财报最后出来的一个数字 70%是优于预期的话 基本上美股的一个表现 都是比较偏正面 虽然今年一到三季的时候 标普已经涨了12% 那斯达克涨了27% 但是我觉得这个瞎不眼于 即便你前面涨得多 你后面的状况没有太差的话 基本上都是涨 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斯达克的一个情形是这样 第一个绿色这条线 它是所谓的季线 那季线各位有没有发现已经弯头了 所以它是在9月初的时候弯头 那一般来讲我们股市有个谚语 谚语的就是说季线弯头一季美行情 就是三个月不会有行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往后一直扣底三个月 那你扣底三个月的时候 你要从高档一直往下扣的话 那就等于说季线还是在一直下弯一直下弯 直到它扣完为止了之后 搞不好如果你股价不跌了 它才会翻扬 翻扬才会有助长力道 那年限的部分现在是上升 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说是季线是一直在往下扣底 然后它是弯头的话 就是偏向于整理 但是年限在上升保护的它 所以它的一个股价 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区间 那因为美国的大选 是在明年比较偏年底 所以还不会那么早 所以它现在第四季的美股 最好的状况就是区间 搞不好是小涨 那如果说是以跟9月底 的收盘价来相比的话 应该是还是会有涨的机会 对只是说今年前面 涨稍微比较多 后面涨稍微少一点而已 好刚有明哥 但我们看到 这个美股的这个财报周 如果按照过去四年的经验 即便在当年会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新闻事件发生 但是如果说财报周的表现 是由于市场预期 那么后续的这个股市 都是比较偏向乐观去做解读的